台湾新竹科技公司经理法轮功学员钟鼎邦遭江西干支国安单位非法拘禁已经第50天 在第八次江城会谈前夕 中共当局再次透过喉舌媒体新华社 报道钟鼎邦认罪毁罪态度良好等 引发台湾家属的质疑和强烈不满 并发表没有所谓认罪毁罪问题及插播无罪等六点声明予以驳斥 台湾公民法轮功学员钟鼎邦在中国遭江西干支国安单位非法拘押已经长达50天 海内外人士高度聚焦 本周召开的江城会是否会就钟鼎邦事件展开谈判 但新华社5号却对外报道 江西省国安机关6月中扣查台湾居民钟鼎邦涉嫌危害国家安全及公共安全犯罪 并指案件侦办一个月来进展顺利 钟鼎邦认罪毁罪态度较好 他本人及家属希望大陆执法机关依法给予宽大处理 新华社的报道引起家属强烈不满 委托台湾法轮功人权律师团发言人朱婉琪对外发表六点声明 首先钟鼎邦没有违反任何中国宪法规定 即中国刑法下的危害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罪 更没有违反国际法规定 因此没有所谓毁罪及认罪的问题 钟鼎邦是遭到江西干州国安单位罗治罪名非法绑架 是国际特赦组织已发布全球紧急救援的良心犯 三 插播无罪 钟鼎邦如果承认他在九年前参与插播真相的事 他就是协助中国民众突破讯息封锁 捍卫中国民众知情权的英雄 第四 钟鼎邦在中共国安局控制下 无法行使自由意志 身处被非法取共 甚至被胁迫的情况下 哪来认罪毁罪的说法 第五 大陆亲属曾向中共方面表示 因顾及两岸关系尽快释放钟鼎邦 声明最后一点 要求中共立刻无条件释放钟鼎邦的立场不变 报道钟鼎邦事件 新华社已先罗治罪名 非法关押 再声称钟鼎邦认罪毁罪的说法 引起台湾民间团体更大反弹 星期二 营救钟鼎邦行动大队 将在凯达格兰大道召开记者会 以轮流自求 营救征迁等方式 从上午开始 持续一整天的呼吁营救行动 向社会各界表达钟爸爸没回家 陈宇宁不用来的诉求 新华野台电视综合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